什么样的技术可以让大枣保鲜四个月以上 水分很足很足 而且还非常鲜 同时储藏了一年半之久 为何它还未成为小鲜肉 跟新鲜的鲜肉一样 摸起来还非常有弹性 虽然都是冷酷 但这里的节能保鲜有高招 科技院马上为您揭秘 各位好 欢迎来到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每到逢年过节 大伙对于瓜果蔬菜肉类的需求量就会大增 但是要想让这些农产品保鲜 背后的名堂可真不小 如何将蔬菜水果保鲜的时间更长 让冷藏的肉类营养和口感兼得 这一直都是很伤脑筋的事 这不 有的地方水果虽然获得了封产 可这苦恼也就跟着来了 海南海口琼山区盛产荔枝 2018年获得了封产 这本是件高兴的事 但这果子下树的价格 却让果农们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今年产量比较高 价格比较低 到现在目前是三块多钱一间 去年五块五块多 每当蔬菜水果供大于求时 往往会造成滞销 售价要是还够不上采收成本 农户们索性任凭他们烂在地里 董事长 我的天哪 这些层面这么多 这那个第一针 挑的是后来这 一个人买10斤 卖20斤 那算算是 没两年就卖 Talent 产量大于需求 自然这价格就会下跌 这些陷入销售难的农产品 能否放在冷库里面 错记销售呢 如果说我能储存了 那么我还能买上好价钱 有可能我能翻两番三番的去增收 但是新鲜的果蔬水分大 糖度高 冷藏的时间实在是有限的 因为冷藏藏得久了 营养水分都会流失 新鲜程度难以保持 而要是只顾了新鲜营养 这果蔬又搁不住多少天 使令果蔬保鲜兰 其实每个家庭也都感同身受 哎呀 过年买的东西多吗 哎呀 不敢买太多东西 隔不住根本就 一般水果的港东产品都知道 在树上涨的时候 是这个吸收二氧化碳 产生氧气 但摘下来以后又反过来 它还活着 它还维持它的生命 维持它的鲜度 怎么办呢 只能是吸进氧气 放出二氧化碳 那么这么来回折腾 消耗它自身的这个营养物质 杨建国搞食品加工 铸藏技术多年 他深知食品储存后 质量保障有多重要 他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 比起一般的果输保鲜方法 它有一个法宝 让农产品的保鲜 处于业内领先位置 我们现在做了四个月 有可能要保持到六个月 甚至会更长 石令果蔬在很多的冷库里 住藏 最多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而杨建国能把新鲜果蔬 住藏四到六个月 他靠的是啥呢 杨建国说 到他们在巴雁闹尔建造的 冰温库去瞧一瞧 您就知道了 来到杨建国建造的冰温库 他介绍说 这里储存着 他们四个月之前 放进去的石令水果蔬菜 他让工作人员出了一把货 说先让记者解解馋 我们把这个样品 先出来准备看一下 好 所以小王你给出一下 好 那很期待 这里有 你看地下那个 那一坨是米猴桃 这里头有 咱们这个大桃 还有大枣 还有大枣 对 大枣 这是完全物理存放的 没有任何保鲜剂 来 再看看这个大枣 这个是 这个是存多久了 这个是9月15号 您听我的声音 水分很足很足 而且还非常鲜 看看 这个刚放进去 没有区别 对 我觉得像树上 刚摘下来的感觉 对 这样能存那么多个月 四个月了 四个月 对 太厉害了 基本上没有进行性变化 你看这个枣 依然还是绿色的 鲜枣很难储存 在这个囊括 记者还看到了不好存放 却存放了几个月的 大桃猕猴桃 它们色泽艳丽 表皮光滑紧绷 几乎看不到 时间留下的痕迹 使劲年都没有捏动它 说明它保存的是 非常非常好的 你尝尝 哎呀 终于吃到了一天 好吃的 水很大 水非常的饱满 对 除了水果 库里面还有常见的 菠菜 大白菜 芹菜 铜蚝香菜等四五种蔬菜 储存时间有两个多月 这些蔬菜不仅没有烂 还保持新鲜嫩绿 没有多大损耗 那杨建国究竟用了什么法宝 能够做到把这么多 以往存不住的果蔬 保鲜了这么长久的时间呢 那么如果我让它尽量少呼吸 少动作 那么它本身的变化速度就很慢 但关键要控制它这个 这个温度储存的条件 因为我们这个库是没有干耗的 干耗就是水果蔬菜在冷藏过程中 水分蒸发 重量减轻 最直观的就是外表看上去 有些皱巴巴的 那怎么避免水果蔬菜 在住藏中出现干耗呢 我们的相对湿度 可以保持在94到95 这也是国区所有的保鲜库 和气条库都没办法做到的 相对湿度会直接影响果蔬的品质 相对湿度过低 会使得果品湿重 脱水和变味 相对湿度达到94.5% 并且要稳定在这个相对湿度 过疏保持新鲜长度就越高 如果储藏环境温度一旦波动 相对湿度也就会跟着变化 温度波动超过一摄湿度的时候 就往往会带来水分的散湿 引起竹菜的湿水 温度波动超过正负0.5摄氏度 都会对果蔬肉品质有影响 冷酷用来冷冻食品的 像肉类 速冻食品 冰淇淋 药品等货物 冰温库用来保鲜果蔬 那么杨建国设计的冷酷和冰温库温度 波动是多少呢 我们做到整涂0.001 0.001摄氏度的浮动 温度变化是微小的 基本上是稳定的 冷酷里面稳定的温度和波动的温度 从冷冻的肉上更能直观地看出来 这是两块在一年半以前同时冷冻的肉 一块放在恒温冷酷 一块放在一般冷酷里面 肉质差距一目了然 恒温冷酷里面的肉冻的什么样子 就摸起来还非常有弹性 看上面的肉颜色还非常的鲜亮 跟新鲜的鲜肉一样的 这块冻肉的表皮完全没有肉的颜色了 发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冻肉 环境温度稍稍高一点 细胞内的小冰晶就会融化 温度降低一些 融化的小冰晶就又凝结成了大冰晶 大冰晶就会把细胞壁刺破 造成细胞里面的水分和营养流失 水分的迁移会是细胞内溶质的浓度升高 然后蛋白质容易造成变性 比如说蛋白质的乳化性 还有饱水性就会下降 如果一旦蛋白质这种饱水性没有了 这个肉在加工过程中它就会湿水 油也会流失 这样你吃起来这个产品就不如原来的嫩 吃起来又会又干又柴 所以蛋白质变性会造成产品品质下降 看来冷库里面的温度变化 对于农产品的影响是很直接的 杨建国把温度做到仅有0.001摄氏度的温差 这难度可想而知 在这个逼温库里边做到一度之内 这个好像在国际上都很难做到的 保持冷库里面温度稳定 不让农产品的营养流失 杨建国解决了一般冷库上存在的两大问题 第一个就是省电 一万五千吨的冷库 持续的不间断的 24小时没有一分钟不在制冷 一天一个冷库只有1000多度电 能节省90%以上 库容15000吨 相当于在2.4亩的地上 盖起了12层楼高的冷库 一天只用1000多度电 一年花费50多万元的链费 这个费用只是一般冷库的十分之一 同样的面积 恒温冷库一天只用1000多度电 那怎么做既能省电 又不让冷库有温度变化呢 杨建国首先是从制冷上开始下功夫 搞出了非常省电的制冷设备 制冷系统是一种新的制冷系统 这是一个二氧化碳 亚令解语性的这么一个制冷系统 杨建国利用二氧化碳制冷 把二氧化碳液体提取上来 变成气体制冷 气体再打到地下 由气体变成液体再循环制冷 干脆我就把气体的二氧化碳 直接压到地域下去 直接在底地下进行了交换 只有压缩机在用电 由于整个制冷过程 只有压缩机在用电 所以非常省电 而且制冷机组也非常的节省空间 只需要20平方米的屋子就能够装下 这是颠覆性的改变 二氧化碳的亚令界的这样一个技术 应该是我们是在率先在做的这样一个事情 设备运行起来费用低 也是农产品储存当中的成本保证 而要让农产品保鲜期延长 就得在环境温度的控制上下足功夫 这也是杨建国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 他们在冷库的结构上动了脑筋 枯架一体的结构 一般冷库设计还有漏冷的地方 一般冷库的建造和普通房子的结构是一样的 冷库的支撑是靠地基搭上来的立柱支撑 立柱通到地下 温度会通过立柱漏往地下 而库架一体就是冷库里面的货架 既是放货的架子也是房子的支架 冷库就像是一个大冰箱坐落在那里 上下左右前后都没有通往外界的冷桥 这么设计就是为了不让库里的冷空气跑出去 为了减少冷空气外泄 杨建国还设计了与众不同的冷库门 首先来说就是开门热烧 开门热就是冷库打开门 外面的热空气会进入冷库 一般的冷库出入门运货都是人工操作 冷库的大门跟外面是直接连接的 库门打开 外面的热空气就会跑进冷库里面 里面的冷空气也会露出来 冷热交换 冷库里的温度就会产生波动 上下浮动 入库的工作人员还要在寒冷的环境下工作 经常出入库 眉毛和睫毛都接触冰霜 非常的辛苦 我们这基本上都会在零下二十度左右 十八度是最低的 如果风机转转的话 应该在二十五度左右 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 课文现在这个状态 被风呼呼地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真的 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怎么办呀 在那里边好啊 发泄 风在后妈在叫 一二三叫 人工作业不仅辛苦 还会造成冷热空气的交流 为了不让外界的热量进入冷库 杨建国团队就设计了 全自动货物进出库 双道全自动进出库门 当货物进入第一道门之后 第一道门关闭 第二道门再开 货物才会进入库内 这样外面的热量进不去 不会对冷库的温度造成影响 货物进门的速度也必须要快 有多快呢 记者做了一个测试 好了 可以开始了 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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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吹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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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货物入门的时间不到16秒 每道门开关门的时间只有1.4秒 库内外的冷热空气没有机会碰头 货物净库的速度快 稳定性又是怎么样呢 记者同样也做了一个测试 把七个空箱子落在一起 来记录货送达指标存放地点的稳定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自动货物输送也解放了搬运工 在低温恶劣环境下作业 只需要在库外电脑操作就可以了 我库内是零下18度20度 作为一个人 长期在这种特殊环境下面 对他的身体确实也没有保障 那么我们现在彻底地把人解放出来了 冷库制冷 省了电 节能环保 这种新型的恒温冷库的出现 也给大宗农产品的保鲜筑藏 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生产者有了效益保障 消费者有了品质保证 好的冷库不是单纯的低温冷冻 而是要利用温度控制技术 既让农产品不符 又能长时间保持它们的新鲜程度 节目中的这种技术革新 可以为更多的农产品 在冷链处运环节提供保障 小编也提示您 冷库和冰温库也不是无限期储存的 需要注意不同农产品冷藏保鲜的有效期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请您留意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 感谢您关注 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西日臭水河 今日大变身 这里曾经奋屋堆满地 而今却是瓜果飘香 换西盐 蜂牛河 大盘村 如何演绎去屋记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